世界著名的人水活了二百多歲 他的心得就是要吃素、心平氣和和長期喝這個杞子水 所以杞子可以長壽 除了之外,杞子最有幫助就是視力上的問題 我們現在生活在這麼電氣化的社會 每天有上班、對著電腦 回來很多朋友又繼續玩電子遊戲或者上網 所以長期眼睛很累 我們保護視力是一個不可以疏忽的問題 我們要喝杞子水 杞子本身是有明目之神陽肝的功能 加上他的性質很平和 適合任何體質的人士長期飲用 就連慈禧太后她每次都喝的養顏八寶茶 裡面就有杞子 除了杞子外,配賣龍眼玉、紅棗、花旗芯片和她喜愛的茶葉 就造成這個養顏八寶茶 除了可以養顏,還會明目 所以是得到一舉良得 她有朋友喝過 她說連續喝了一個禮拜 這種養顏八寶茶 她比起吃藍莓素 她的明目效果更加顯著 杞子是適合各種人士飲用 如果你是心煩氣性的話 你可以用大約12粒杞子 再將她和韓菊和菊花一起焗水喝 那你這個人就會寧靜一點 人都精神了 那如果你是怕冷面色蒼白 你想漂亮 那就要像慈禧太后那樣 喝八寶茶 但如果你是想明目醒老 好像很多朋友要讀書、考試 要用腦的話 那就要用花旗心酥和杞子各十克來焗水喝 除此之外 很多都說會有防止衰老和預防癌症的功效 所以很多的老中醫都喜歡喝這個 心酥杞子茶 除了這個 以往我提過的牛榜茶 也可以加些杞子去焗來喝 牛榜是一個世界上最佳的清血劑 所以除了清血之外 你加上可以明目養神 也會補的 如果你把花旗心、麦冬、加杞子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還可以達到滋陰清熱 另外有一個是用龍眼肉、龍眼核、杞子 這三樣東西一起熬水喝的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明目方來的 這個龍眼核就是我們平時的乾果的肉 龍眼核就是它裡面拿出的粒核 也是有藥用價值的 這三樣東西熬水 你喝兩至三個月 是能夠達到養心、安神、明目 是改善你的軟視、近視、散光的視力問題 如果你覺得有時候很大壓力 想鬆弛一下神經減壓 那你要喝什麼呢 就玫瑰花加杞子 它的功效 就有鬆弛神經減壓滋潤肌膚明目的功能 所以無論任何人事 你都可以適合喝這個杞子 加上各種的配搭 能夠造成適合你自己口味的杞子茶 modo這樣的 我們在選擇上每天的搭去 我們的旅程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我們今天是一位行為 我們現在的搭去 我們也有霸了 在把罐子的劣情 然後我們來看